國小的啟蒙教練 陳曹璋 陳教練 今天如果沒有他 我就不會有在我職棒生涯的我 好啊 你第二回 再開頭 現在要怎樣 我再送過來 他要叫我不得 因為補桃的原因是 我的名字的寫音 劉富豪 劉富豪 劉補桃 所以這是我小時候的綽號 其實我媽媽跟外婆 也是沒有很贊成我繼續打球 因為她覺得就是打球很辛苦 可是我小時候就是很想要打球 然後教練也覺得說 我蠻有機會沒有打球很可惜 就跑去我家跟我媽媽講說 說我如果沒有打 繼續打球蠻可惜的 所以她就說服我媽 然後把我送到台北的榮宮去打球 然後讓我可以繼續去求學這樣子 教練為了要讓我打球 把我送到台北的學校 然後可能也都怕我就是在外面生活 然後怕我沒有錢用 所以過年回來看她的時候 她都會就是偷塞錢給我 然後這個讓我就是久久都沒有辦法忘記 我覺得很感恩教練這樣子 這樣很像自己的爸爸一樣這樣對待我 謝謝讓我可以加入棒球隊 然後走棒球這條路 我都沒有後悔 喔這個是誰啦 這是誰 都不主秀耶 來 這是更早的喔 這是更早的 這一個 這個是我嘛 這個是我 然後這個就是他 在這個懷恩庭下 你看教練就是剛好坐在 應該是坐在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就是同學們啊 全部就是排在前面 我們曾經差一點打贏那個大人國小 那時候的全國冠軍啊 那一場就是因為一個 一雷手露起來 那嘛 你穿的嘛 露起來 然後我們又哭著回來 我穿過 那時候不是三雷手嗎 對啊 六年級的時候的教室 然後這都是我們六年級的同學 其實我小時候成績算滿好的 說真的 我說真的 我就是還練完球 其實我媽媽還有叫我去補習 我們沒有完成大棒完成了啦 那有去打大棒球的最高殿堂了 對自己跟風天人留下一個美好的紀錄 一直保持下去 那這樣子紀錄都只是一個里程碑 祝他千安百紅的紀錄可以順利達成 然後早點娶老婆 早點生 早點有對象趕快結婚 都幾歲了 對不對 除了成績以外 也能找到 另一半 完成你最後一分 早一點娶老婆 早一點娶老婆 我現在一個親妹親華 對啊 誰啊 有了你過去過去嗎 我不是有生到一顆嗎 好像在爆料嗎 我現在就要給你 我現在就要給你 我現在就要給你一顆 我現在就要給你一顆 你去就要嗎 你去吧 只是怕只喜歡一個而已啊 結果也沒有來電 結果也沒有來電